世界杯自隔赛亚洲区第二阶段赛事 中华能篮在横冰出战日本队 第一节中华队就靠着出色的防守 让日本队三分线七投进末 商与付出的陈盈俊首次加入中华能篮 就有全场15分的好表现 第二节日本队调整防守 让戴维斯无法在禁区取得优势 同时日本队三号的实职人杀出 单节四颗三分球帮助球队拿回领先优势 到了下半场胡龙帽化身中华队骑兵 连拿5分 加上一个和戴维斯的高低搭配 让中华队以40比39拿回领先 并逼得日本队喊出暂停 板凳出发的黄聪翰也适时给予 外线火力支援攻下11分 到了决胜节 胡龙帽继续以乱刀流杀的日本队 措手不及 这场比赛他也拿下了15分 独秒阶段黄聪翰两罚一众 拿下中华队第70分 比赛来到了4分差距 不过日本队的实质人 以高难度动作标进 个人单场第8季的三分球 全场他有26分的精彩表现 也让战局更加紧张 最后中华队以一个成功的发球进场 让时间到点 最后70比69拿下资格赛的第一胜 这也是中华队选球晋级的重要一胜 大家见面 这也是中华队的 第6小小小小小 第7小小小小小 都尽量过叫做